音乐 接下来我要讲和科了 老师刚刚讲的都是地理历史公民各自运作 老师 社会科我们也可以合起来玩玩看 我们来设计我举例一个 举例一个配合现在电视上很夯的金头脑匹科赛 那么金头拿PK赛基本上我们要准备的就是题库了 我们题库也可以当为评量 由孩子来收集 什么题目都可以 历史科、公民科、地理科 甚至他出了自然科 我们都没有关系 好,由同学来分配工作 谁负责题库的整理 也就是假设我们把它分组 我们希望这个活动有五个工作人员 当然这五个是班上老师你比较信任的 这五个来硬做 有的人负责题库的收集 好,有的人负责分组赛的报名 招生组 有的人负责行销 因为要让人家报名 当然就要告诉人家这个活动有多好玩 完了以后我们有什么奖励 再来也可以有一个比赛组 因为比赛组叫借场地 学校有哪些场地 然后还要设计比赛游戏规则 结果还要公告 好,再来一个上后组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运作的时候 班上这五个leader 他就是一个团队在运作 运作让我们这个活动能够成功 而不是我们老师自己在运作 我们带领孩子来做 孩子会很喜欢 至于题目我们不要设限 简单的也好 难的也好 都好 题目只要是正常 卫生的 营养的 健康的 我们全部收 好,那么要比的时候 会发现有的老师又不喜欢 那我怎么办? 老师你可以自己玩 我的班我可以自己玩 一个班就可以分足了 报名三足来PK 好,我也可以班对班 因为我有八个班 最后厉害的我们跟学务处争取周会 上周会 因为这种PK赛绝对可以刺激孩子 刺激孩子课外阅读 我们社会科很大的一个目的 不就希望孩子喜欢我们这一科 然后会做延伸的课外阅读吗 所以老师我极力的推荐 老师你去试试看 用金头脑PK赛 会很有趣的